怀唐一条约 英格兰女王维多利亚陛下 以庇护新西兰众酋长及各部落为念 愿意维护彼之族权及其土地 意为维持和平与秩序 故此考虑任命行政长官一名 令其与新西兰人民商议 以使众酋长赞成在此片土地 及其所属岛屿之上建立女王陛下之政府 亦因为现有大批女王陛下之臣民 已在此定居 并将有更多人前来 见此女王陛下希望再次建立政府 以免毛利人与欧洲人 在缺乏法律之情形下遭受灾祸 故此女王陛下任命本人威廉·霍布森 一名皇家海军舰长 为新西兰全部土地 包括女王陛下即将接收 以及今后将会接收之土地之总督 并向部落联盟众酋长 以及其他助位酋长呈上下列条款 第一章 部落联盟众酋长 以及未参加联盟之助位酋长 将其土地之所有统治权 完全并永久移交于英格兰女王陛下 第二章 英格兰女王陛下与诺保障各位酋长 部落以及所有新西兰人民对其土地 村庄及其所有宝藏之无条件行使其族权 然而另一方面 部落联盟众酋长 以及所有首领将向女王陛下出售土地 其价格由土地拥有人 与女王陛下任命之购买代表共同商定 第三章 在此等有关女王陛下统治权之约定下 英格兰女王陛下将辟护所有新西兰普通民众 并授予一切与英格兰人民同等之公民权利与义务 签名 威廉霍布森领事及副总督 我等 新西兰部落联盟及各部落之众位酋长 于怀塘医镇集会 表示月之上述内容 接受且愿意签署同意 耶稣纪年1840年2月6日 于怀塘医镇